現場的所有嘉賓以及所有親愛的媒體記者朋友 大家午安安 大家好 歡迎各位列明Sony Mobile Xperia XA1 Plus 心機上市記者會 今天呢真的相當的榮幸 有這麼多的貴賓前來共襄盛舉本次的盛會 Sony Mobile在今年9月 已把發表了最新Xperia XA1 Plus新款的超級中階手機之後 在大家的引領期盼之下 今日我們很高興的和大家宣布即將正式在台灣上市了 希望大家呢在稍後透過我們的產品解說 可以感受到我們濃濃的年輕族群的魅力 那在今天活動的一開始 首先我們將邀請到的是 Sony Mobile的總經理林志遠 Jonathan 還帶大家說幾句話 掌聲歡迎 各位媒體界的朋友 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午安 首先代表Sony Mobile 感謝各位今天播放來參加我們這個 Xperia XA1 Plus的這個上市記者會 在今年呢 我們都陸續上了 在旗艦機型 陸續上了四款手機 包括 AXZ S AXZ Premium 然後還有最近的AXZ AXZ One Compact 每次我們上市旗艦手機呢 都受到非常多消費者的喜愛 我們可以從銷售成績來看 Xperia XZ Premium 甚至於 包辦了好幾個月的這個 Android高階的第一 當然Sony Mobile不只是在 高階旗艦機型上面也有所掌握 在中階機型上面呢 我們今年上市的兩款 一款是XA1 一款是XA1 Ultra 它也有合法的銷售成績 那最主要呢 我們把過去我們在高階使用的照相技術呢 我們今年移植到中階 所以說這兩款手機呢 都有搭配著 我們最強大的2300萬畫素的相機模組 2300萬的相機模組 能夠讓你的照相更精細 然後它的成像效果更好 也因為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們在 今年這兩款手機的 銷售成績也非常棒 在七八月 它都是在他們團體的 那個名單裡面 我想 所以說Sony Mobile不只是 著重在旗艦機型 我們在中階機型呢 我們也是薄弱冷厚 那今天呢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在中間的XA1 Plus 我們以簡單的區分來講 我們從XA1 Ultra 它是一個6吋的螢幕 然後到XA1 它是一個5吋的螢幕 那中間我們 再推出一個XA1 Plus 5.5吋 那我們就有從5吋 5.5吋 到6吋 然後在XM這個產品線呢 就更加齊全 那當然這三款 它所使用的相機模組 都是一些最高的2300萬的相機模組 在這裡 想再跟各位再分享一下 我們的一些 調查的一個資料 在今年呢 我們 針對年輕族群 所做的一些調查 我們發現說 年輕族群 他們在 不管在使用相機上傳社群網 社群網絡 或者是在影片上面呢 其實它比例是高的 但是到底有多高 我們從這個圖上面可以來看到 有高達73.8%的主群人 他們用的是 他們會幫他們拍攝的照片 上傳到社群網站上面 然後有40.3%呢 會用手機來記錄他們平日的生活 在這裡面呢 我們的這個XA1 Plus 會是一個很好的Bench 因為它的照相功能 要相機模組 其實是業界裡面最好的 那今天的一個主軸呢 其實就是玩出我的態度 我們再來看年輕族群 其實年輕族群他們要的就是 玩出自己的態度 還有自己的想法 不管說是在熱舞 不管說是在嘻哈 不管說是在其他的方面 那我們覺得Sony Mobile的手機 最能夠Match 他們所要的一個手機的功能 譬如說XA1 Plus 它有高畫素 高達2300萬畫素的相機 大螢幕 有5.5吋的大螢幕 有大電池 有3400mAh的大電池 能夠讓這些年輕人呢 能夠做最好的時間 能夠記錄他每一天的生活 我想這是 Sony Mobile想要在XA1 Plus 這款手機呢 想要帶給大家的 那我今天的報告 就到這裡為止 等一下Jerry會 針對這支手機的規格呢 跟各位做一個更詳細的說明 那再一次 感謝各位播風來參想 這個記者會 也祝大家身體健康 愛是Louise 謝謝 謝謝 掌聲謝謝 Jonathan 謝謝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將邀請到的是 Sony Mobile的成品經理 Jerry為各位帶來 進一步的介紹 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媒體大家好 那一樣謝謝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 Xperia XA1 Plus的上市記者會 我想 就像剛才一開始所提到的 我們的Xperia XA1 Plus呢 就是我們EVA的時候 跟著我們的 兩款旗艦機一起發表 那在9月份的時候呢 Xperia XZ1跟XZ1 Compact 已經陸陸續續的 在台灣正式的上市 同時也有一個銷售成績 那今天呢 要為各位介紹的就是 我們這款 中階的手機 Xperia XA1 Plus 我想透過 Xperia XA1 Plus的上市呢 其實 在今年上半年的 包括相似所上市的 XA1 Ultra 或者是XA1 讓我們這三支手機 讓我們在中階的產品線 更完整 就像剛才Jackson所提到的 在中階的產品線 因為有了這三款手機 他們分別擁有了6吋 5.5吋 以及5吋 這樣子的一個 產品線的一個差異 讓使用者可以 有更豐富的一個產品 可以去做選擇 那當然 我也針對我們的TA 去做了一個調查 在這個調查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針對的是 人機族群做的一些調查 他們使用上 他們在購機的時候 會注意到哪些事情 那第一個呢 先跟各位介紹的是 年輕族群 我們所調查出來的 年輕族群呢 是針對15到24歲的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 他們在購機的時候呢 電池 CPU 相機 以及螢幕 是他們最在乎的這四件事情 當然 因為中階的部分 所以我們還有特別 跳出一個價格的部分 我想這次我們所發表的 這個XA1 Plus呢 剛好在這幾件事情上面 就像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高畫素 大螢幕 大電視 完完全全符合 這群年輕族群 他們在下一次要購買 中階手機的時候 完完全全符合他們的需求 就像剛才的報告裡面所提到的 相機是他們購買這位 手機裡面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Xperia XA1 Plus呢 本身支援的是 擁有2300萬畫素的一個主相機 同時呢 它有我們Sony獨有的 這個 XMORE RS的感光元件 所以在夜拍的時候 它有非常好的一個感光能力 它的ISO可以到 6400 同時呢 一直以來 Sony Mobile的手機都有一個特色 在外觀上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擁有了實體快門件 因為有了實體快門件 讓使用者可以在待機的狀況下 然後到完成拍照 只要0.6秒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0.6秒 快起快拍 同時呢 我們可以從剛才加上的 slide 裡面 可以知道 有40.6%的使用者 在接下來 他們在 越來越多 有46.6%的使用者 他們會利用錄影這件事情 來記錄他們日常生活 所以在這支手機裡面 我們也有很好的一個錄影功能 包括 第一個 錄影防手震 第二個呢 我們還特別導入了一個 HDR的錄影功能 讓使用者在 環境 光線反差很大的狀況下 可以有很好的一個錄影品 我想這次Sony Mobile 想要透過這樣子一個 相機的模組 以及功能 去傳達給使用者 好的一個拍照經驗 錄影經驗 同時呢 我們回來看一下 自拍這件事情 這支手機的自拍相機 它有800萬畫素 同時它有一個 88度超廣角的一個自拍能力 另外一個呢 就是 為了讓使用者 有更好的一個自拍的體驗 所以在這支手機裡面 我們特別把我們 旗艦機獨有的 B5自拍這個功能 也下放到這支手機裡面去 所以使用者他們在自拍的時候 可以更穩定 也不需要他們去按快門 也不需要去按實體快門 也不需要去按實體快門 他們只要對著自拍相機 B5 那其實就可以完成了拍照 再來呢 就是要介紹到這支手機的螢幕跟音效 那Sony Mobile很榮幸的 我們擁有Sony整個集團的資源 所以這次呢 不管是在音效上 或者是在螢幕上 都有Sony整個集團的一個Support 第一個呢 先來說一下 這支手機的螢幕尺寸是5.5吋 擁有1080p的螢幕 同時呢 它在顯示的部分 它是用兩個很棒的一個功能 包括像是超避震模式 或者是影像增強模式 讓這群使用者 他們不管是在追劇 或者是玩手遊的時候 都有很好的一個效果在 那再來呢 就是說到了音效的部分 這次單氧喇叭的設計 它的音量也比以往來更大聲 那如果是要使用這個聽音樂的話呢 其實不管是我們Sony內建的CLEO6 Plus 或者是手動等化器 可以讓使用者 對他們想要聽的音樂 想要聽的音場 自行做調整 來滿足使用者 他們在影音娛樂上面的需求 第三個呢 就是剛才提到的 消費者在購買 中間手機裡面最重要的一個考量 電池續航力 這支手機的電池 它擁有3430mAh 同時呢 它有支援快速充電 它有我們Sony獨有的 Stamina的智慧神電模式 以及 這個Kenovo的智慧充電機器 透過這些 讓使用者 他們在使用這支手機的時候 不需要去擔心電池電力的問題 讓他們一直可以享受到 很智慧的一個行動生活 它上市的時候呢 有這四個顏色 藍色、黑色、粉色跟金色 這四個顏色 同時呢 我想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在背面其實有NFC的一個標誌 我想透過這樣子 也讓大家知道說 這支手機在上市的時候 台灣所有的行動制服 其實它都可以支援 那這邊呢 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產品的規格 包括像是相機的部分 它有2300萬畫素 在自拍相機的部分 它有800萬畫素 同時呢 它有5.5吋覆蓋GD的螢幕 然後有我剛才所介紹到的 超逼真模式 以及影像增強模式 電池的部分有3430mAh 消費者最在意的快充 QC 快充它也有支援 採用的是聯發科P20 這樣子一個八核心的處理器 在網路的部分 它也有支援到CAT6 也就是所謂的兩個CA 目前台灣行動業者 所支援的兩個CA的頻段 它其實都可以支援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RAM的部分 在EP的部分 它本身是4G 32G 然後同時它可以在外接 這個256G的記憶卡 所以它本身是一個 三個卡槽的設計 它本身是SYN1、SYN2 加上記憶卡 同時呢 那這支手機還有我們的指紋辨識 那它的指紋辨識 跟我們的電源鍵指紋在一起 所以使用者他們只要 按一下電源鍵 它不只是喚醒的螢幕 同時還解鎖了他們的手機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XA1 Plus 一個產品影片 後部那段影片 可以把我剛才所介紹的東西 做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整合 我們 готов一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接下來呢 就要讓我 今天呢 我所介紹的是中間這一款產品Xperia XA1 Plus 那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透過XA1 Plus的上市呢 我們Sony Mobile 在中間的產品前就很完整了 包括呢 我們之前 像之前所主打的XA1 Ultra 它主打的就是大螢幕 然後主打自拍這件事情 所以它是擁有6吋Full HD 同時呢 它有1600萬OIS風學方所稱的拍照能力 另外一個呢 是XA1 它主打的就是萬元以下的2300萬畫素的手機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它們共通的部分 它們都採用了P20這一個處理器 同時呢 它們都有了兩個CA的能力 另外呢 在主相機的部分 它們全部都採用了2300萬畫素的這樣子的一個主相機鏡頭 然後也是2.3分之1吋Xmorize的感光元件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這次所發表的XA1 Plus裡面 它的電池容量有一個很明顯的提升 做到了3430mAh 另外呢 就是這支手機也是我們中間手機裡面 第一支搭載了指紋辨識 讓使用者在使用手機的時候可以用得更安全更智慧 那接下來呢 要介紹今天的另外一個產品喔 SBH24 炫彩力提升藍牙耳機 像已經很久沒有在台上跟各位介紹我們Sony Mobile的藍牙耳機 我想 SBH24 呢 它這次在上市的時候 會有目前大家在畫面上所看到的四個顏色 白色 黑色 暗紅色跟藍色 那其實它就是跟我們的旗艦機的配色是一樣的 那我們同時呢 大家上市的時候有支援像是NFC快速配對的部分 所以不管 只要你的手機有支援NFC 其實就是要透過很簡單的一個B 它其實就可以完成配對了 沒有NFC的手機呢 它其實也可以透過很傳統的 就是藍牙這件事情去搜尋 然後進行配對 那第二個呢 這一支手機它的另外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就是 它可以支援 Google 的 OK Google 或者是 Siri 這樣子的一個語音助理 所以在那個使用方法也非常方式 非常輕鬆 非常好用 按下去其實你就可以去透過 Google OK Google 或是 Siri 去使用這個語音助理的部分 另外一個呢 它的重量只有15公克 所以它非常的輕巧 方便攜帶 同時它有支援了一機雙待這樣子的功能 所以它同時最多可以讓兩支手機配對上去 然後不管是哪支手機想 它其實都可以收得到訊號 可以應答 我想透過了 SBH 124 的上市呢 我今天也特別整理了一頁實來 讓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目前在市面上所販售的 Sony Mobile 的立體聲藍牙耳機的一個全產品線 我要在這邊強調一件事 其實一直以來 Sony Mobile 的藍牙耳機是市面上賣最好的藍牙系列之一 那從這邊可以看到 第一個 SBH 180 它本身是一個比較商務式 比較舒服的 所以你可以長時間的去配戴它去使用它 然後它在這個部分呢 它本身是一個頸掛式的部分 所以當你來電的時候 它會震動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它會錯失了來電的行為 第二個呢 就是它本身是 第二個是 SBH 70 它本身是比較 sporty 一點 比較運動一點的 它本身的顏色也非常豐富 比較年輕 那再來就是我們今年上半年所發表的 SBH 56 這個藍牙耳機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多了一個實體快門鍵 所以你可以透過配對之後 用這個 SBH 56 的這個拍照功能去控制你的手機 那最後一個呢 SBH 214 就是我們今天所發表的這個產品 我想透過這樣子一個全產品的系列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Sony Mobile 目前在市面上還有這些很完整的一個藍牙耳機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產品介紹 謝謝大家 掌聲謝謝Jerry 帶來這麼精彩的介紹 謝謝 這次呢 Sony Mobile 也特別針對了年輕的族群 拍攝了 Xperia XA1 Plus 的影片呈現給大家 玩出我的態度 電視廣告 在今天即將首播呈現 現在就讓我們一同來欣賞 5點5吋大螢幕 2300萬畫素相機 超大電池容量 玩出我的態度 Xperia XA1 Plus 超越每一種想像 我把錢拿回到錢 5點5吋大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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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千3百萬畫素相機 超大電池容量 超大電池容量 玩出我的態度 Xperia XA1 Plus 超越每一種想像 超越每一種想像 9吋大螢幕 I can't find the money, but you can't take my soul You take a falling down now, but I just say I love you You thought you were the hardest, you Love where you're the hardest Not a dog with a bone, I'm human Not a toy, can't be on the whole world Not a dog with a bone, I'm human Not a toy, can't be on the whole world I'm human Take a falling down, taking my soul You can't get to me You're gonna hold my heart, whole time's birthday You get out of time, you get out of time to use money But you never paid on my w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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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tell me any favors Cause I ain't for a dream I see your exploitation But I can't stand up as a team Try to take back the money But you can't take my soul You think I'm falling down now But I just stand 掌聲謝謝我們的Danser 帶來這麼有力道 而且呢準幾度 都感覺比電視上看到的還要來的經驗 那我們現在邀請所有的媒體經濟朋友 如果想要捕捉畫面呢 歡迎大家可以先來到我們的前方 來進行捕捉 好那我們現在先請我們Danser 來到我們Gear的Pose的位置 讓大家來捕捉一下 可以看到了在我們的Danser手上 所拿著的來自於我們最新的新機 Xperia XA1 XA1 Ultra 以及XA1 Plus 剛剛呢他們所展現出來的力道 以及整齊度 就是我們Sony Mobile 要呈現給各位的 玩出我的態度 最佳詮釋 好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 右手邊的攝影鏡頭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中間的攝影鏡頭 最後我們看一下左手邊的攝影鏡頭 好 好中間的話我們這邊還有要捕捉的 麻煩再看一下我們的中間 好手機記得不要擋到臉 好再度看一下我們中間的攝影鏡頭 可以幾位攝影大哥進行捕捉 好 好的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將邀請到我們的總經理Jonathan 共同的來合影 那我們現在請Jonathan呢來到了舞台中間 邀請呢現場的所有媒體記者朋友 如果喜歡補充畫面 我們都歡迎大家來到了前方 現在可以看到了我們一系列的最新機咒 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我們的超級中間手機 特別呈現出來年輕人族群的魅力 一樣我們先請董經理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 好的接下來看一下我們中間的攝影鏡頭 好最後我們看一下右手邊的攝影鏡頭 希望呢這次我們推出的全新機咒 可以創造年輕人玩出我的態度 最後我們再回到中間 好 都捕捉完畢了嗎 還有攝影記者都捕捉到了嗎 OK 好掌聲謝謝我們的Jonathan 謝謝 也謝謝我們的Dancer 帶來這麼力道 以及我們的態度呈現給現場的所有嘉賓 今天呢我們Sony Mobile的記者會 也到這邊圓滿成功 再一次的感謝現場的媒體記者朋友 以及我們所有的貴賓波容蒂玲 接下來呢邀請大家 如果還沒有來到我們體驗區體驗的 都可以呢移動您的腳步 現場我們Dancer也可以作為Model 讓大家進行拍攝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也可以洽詢我們的工作人員 他們會很純摯的為您服務 在這邊呢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謝謝各位謝謝 接下來呢我們邀請需要媒體聯訪的我們的貴賓 麻煩來到了前方 我們進行電子媒體的聯訪 那我們請需要電子媒體聯訪的貴賓 可以來到了我們的台前 嗎 好 好 謝謝